万寝公园 森林台北 台北 群山拥抱的盆地 20分钟路程就可走进自然山林 如此繁荣又如此美丽的首都 世界少有 东亚唯一 只是个被上天祝福的城市 可惜 没有整体规划 没有好好建设 除了步道 其他设施都很简陋 没有干净的厕所 每人坐下来 喝水 喝咖啡 轻松聊天赏景的地方 享受山林乐趣 是幸福都市生活必备的条件 所以我们提出万寝公园 森林台北的愿景 台北市外围共有五个山系 七条路线 毛孔二格 万芳景美 四宋南港山 北边的内湖士林 五指殿长山 丹风起离岸 道山关渡 从外围深入市区 就像贴近市民的绿手指 这将近一万公顷都会森林 等于三十个纽约中央公园 一万公顷的森林公园 可以丰富我们的生活 可以疗愈我们的生命 我们可以把生态教育 自然科学带入山林 这就是最好的教科书 我们可以把生活带入山林 建制无障碍天空步道 让老弱都可以青山 建设干净舒服的厕所 完善的休息测试及美景眺望点 让走进山林就是享受 我们可以把运动带入山林 飞天溜索 寒眼朔西 越野跑步 越野自行车 露营 速营 战绩游戏 野外众训场 整个山林就是户外运动的天堂 我们也可以把文化艺术带入森林 在森林中从事大地艺术创作 在森林中举办表演和展览 整个森林就是艺术文化的舞台 当然 它还是自然森林 所有设施规划建造 一样要遵守水土保持 生态标准 要达到自然公园的要求 要达到这个愿景 也许成立专责的公园休闲油气管理机制 细心的规划 长期的建设和聪明的管理 鼓励企业任养 市民参与 社区守护 也是成功的不可或缺因素 一零一使台北变得伟大 捷运使台北变得方便 但是只有一万公顷的森林公园 才能使台北变得幸福快乐 城市不是只有钢筋混凝 这万井公园是上天对台北人的祝福 这就是我的台北愿景 我的承诺 万井公园 生临台北